來到舒奇銀行碼第八集 今次我們會講一下苗麗德馬房的香港精神 這隻香港精神其實看傷患記錄 它曾經不是傷患來的 不過都講過在上年的十月份就做過閹割手術 十月五日做過閹割手術之後 就隔了整都五個月多一點點 才跑三月十日那一場 但是跑得不多的馬看到在貴來的表現絕對不差 比馬亞跑了兩次 三月十日和四月八日都有點混水摸魚的感覺 三月十日那一場閹割了這麼久沒跑 其實它都已經有點走勢 因為那一場你看它是拍著前進回來的 前進其實都已經是一隻三班的馬匹 它也是當時輸給半個馬位的好運寶寶 這一場已經看到這隻馬已經有點走勢交出 然後去到四月八日馬亞那次 就終於幫它跑了上名了 一個小小的懶滿 那一場你看看那些對手 然後呢 隔離的威威高升 去到千八都盡贏中 而且呢 前面那隻彩虹之光 也都是貴內winner 都輸給一個馬位左右而已 所以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隻香港精神呢 以兩場賽職水準認真不差 馬牙雲吉兩場可能都見太顯眼 賠率有點熱 接著被細潘再跑兩場 誰知又是雲吉 5月5號那次雖然跑第10 但這隻馬根本沒有跑到最佳表現 因為在最後直路時失車 賽後報告也有說這隻香港精神在竹金黃的內側緊迫勁跑 其後是靠近彩虹之光的後提處於困境之際修馬 所以根本都沒怎麼發揮過這隻馬 跑輸一場散下熱24倍起 5月19那場又跑第10 這次就沒什麼特別的借口 不過那一天這個場地偏差普遍幾厘前置 頭三名黃寶好運寶寶和雷工作全部都是前置形式回來 而這隻香港精神本身距離頭馬都已經有百個馬位左右 最後直路衝的時候也都顯然是欠勁 接著去到最尾那場 那場其實出閘都有點慢 剛才我說的那場5月19號 那7月4號去田草千六米再對一些強一點的對手 而且毛尼拉姦比毛顯東 你知道毛顯東和苗禮德這隊組合都比較少是合作 看來都不是去馬了 但其實沒斷在內檔供下 不是前面的幸運精選檔檔看他如世 分分鐘都有頭四名 怕著都是影疾連連行運這些馬回來 機械戰士其實都是貴內輸得不遠的馬 都是輸半個馬位 香港精神其實一而再再而三 剛剛看到那些賽積水準真的不差 田草千六米這場 假假的都怕著連連行運 影疾 紫賽福星那些回來 哪有這麼差這隻馬 經過暑期的評分調整之後 現在來到38分是五班的局面 看看下季會不會換個大隻硬正的師傅 因為跑這麼久 被賀銘連馬壓 細潘無顯東之流 根本沒有一個真正的大師傅騎過這隻馬 但這隻馬四歲 PPG 而跑得不多的馬 我相信體力感很充沛 如果下季跑谷草 就更加要留意 因為呢 這個富系有隻名牌效應在香港 初跑谷草在呂健威那裡 之前我記得 都跑得不錯的 而普遍呢 富系火山群島的種 都沒有來得這麼早熟 所以其實下一季這隻馬 只要體力健康等等正常 我相信都是加分的時候 所以這隻香港精神呢 可以留意著他的走勢 我相信呢 表現正常呢 要WIN絕不難 在這裡就推介這筆馬給大家了 我是尊重的 是尊重的 賣場